大家好,我是贝贝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部美国奇幻恐怖电影 范海鑫 最近的西方经典恐怖人物 大家可以边吃边看 影片一开始就是浓浓的旧时代黑白风格 小帅哥博士招了一个科学怪人 却被一个人追杀 吸血鬼伯爵为了得到功能强烈的科学怪人 一口咬下去把博士给杀了 怪人起来带着博士逃走 却被追杀的人们放火一起葬身火海 这就是铺垫 正片开始 奉教会之名铲除邪魔轨道的范海鑫登场 追捕估计是因为注射了神奇药物而变成了仿律剧人 与其展开恶斗 当然男主是各种开挂 轻松解救了小喽啰 神父发布了新的任务 要他去帮助远在他国的兄妹皇族 皇族国王曾上天发誓 如果不能够杀死吸血鬼的古拉 他们祖宗十八代都不能上天堂 真的是蛋疼无比的诅咒 大家以后不要乱发誓 然后顺便泄露了一点男主的声势之谜 交付给他一个过关的道具 就上路了 然后就开始拉出女主和女主哥哥登场 他们正抓捕狼人 可狼人只能被银子弹打死 可为了哥哥成了炮灰 救了妹妹后 还没有耍到帅就先领了盒饭 和狼人跳到海里去了 上下女主一人回到村落 与范海星相遇 吸血鬼新娘三人组到场了 各种大闹大厦 老实说我挺喜欢这三个新娘的 真的骚气 浮夸着演技配上夸张的肢体语言 真是让人看一次笑一次 男主拿剑 沾了一点生水射出去 新娘顿时分解 化作骷髅死了 其他两个新娘立马跑掉 回到城堡 像大哭歌吸血鬼这样哭诉 我们对你来说就一文不值吗 难道你就没有心吗 吸血鬼哭哭的说 是的 我没有心 我感受不到爱 恐惧 欢乐 我很空虚 西方的对白真的是很有趣 说完就亲起来招人去了 夜晚来袭后 哥哥突然又出现了 每逢月圆之夜就会变成狼人 变成狼人的哥哥谁都不认识 看见人就干 男主等人追着 进入吸血鬼的地盘 发现数不清恶性的蛋 原来是吸血鬼和三个新娘 四百年里生的 很疑惑 他们是怎么生出那玩意儿的 那么大能出来吗 简直是在开玩笑 但是他们生的蛋 一出生就死掉了 这也就是说明了 电影一开始 为什么吸血鬼要杀了博士 拥有怪人 他是要复活他的儿子们 吸血鬼用公主的哥哥做实验 因为变身狼人能承受住强大的电流 这些电流转换成能量 能让蝙蝠儿子们复活 儿子们复活后 新娘带着去村庄刺人 突然莫名其妙都死了 原来是技术不到位 因为小跟班救了一位女人 女人就以身相许 顺利促成小跟班破了楚男之身 主角等人在一个地洞里 遇到了博士招出的怪人 怪人说明了 自己是生命复活的没见要事 但被吸血鬼的手下听到 结果新娘二人主和老人哥哥 就来追捕了 成功抓住了女主 然后老人哥哥临死前摇了一口 顺便感染了范海信 他们一起杀到吸血鬼老巢 怪人被吸血鬼惦击 成功复活了碎语万计的蛋 男主被吸血鬼按在地上摩擦 突然天暗了 月圆之夜来了 男主撕开人皮变成狼人 一只蝙蝠和一只狼在互相伤害 那回换了过来 蝙蝠被狼人掐住脖子差点掐死 天又变亮了 狼人恢复人样 吸血鬼高兴的不行 没来得及反应 又被突然变成狼人的猪脚 跳到脖子上 咬死了 不死之身破了 女主在给狼人打劫的时候 被弄死了 狼人恢复一时后 抱着公主嗷嗷的叫 居中 好了 这期恐怖电影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 可以在下方评论互动哦 拜拜